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的保障姐姐 今天这期节目呢 跟大家分享呢 是有一个观众在下边留言说 想要了解来美国打工 这个钱怎么给汇到中国去 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要了解的 其实现在微信啊 支付宝很方便的 这两年其实特别容易 但是在前几年 很多年以前 很多福建人过来淘金 广东人他们偷渡啊 然后过来淘金 因为偷渡的费用就是50万人民币 他们要通过这几年 在美国餐馆里边打工 打黑工 然后赚了钱以后 把这些钱汇回中国去 首先呢偿还他们借贷的这个偷渡的钱 还完以后呢 可能要把这些钱 寄回老家去修房子 然后修完房子以后呢 可能他自己生的娃 然后也送回福建去养 然后呢 在福建的老家里边可能有父母 还有留守儿童 他自己的孩子 那他每个月赚的钱 他就得汇回去 所以他是非常需要这种中美之间这种 怎么会款回去的 那今天呢 就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 怎么把美国赚的钱给搬运回中国去 这两年我接触的比较多的 反而是很多人想要把中国的钱 怎么搬运到美国来比较安全 这两年很少有人在想要把美国的钱 再搬运回中国了 好吧 那怎么样才能把美国赚的钱呢 弄回中国去呢 那以前呢 美国有一些类似于什么西联汇款啊 等等这类型的专门做中美之间汇款的 然后收一些很小的一些中介费 然后呢 就帮你把钱呢 就给你汇回到中国去 这个呢 可以逃避这个美国国税局的一些这个查 因为中国很多打黑工啊 还有呢 他很赚了很多的钱的话呢 他不敢存银行 因为你存银行的话 你的银行账户的钱一多 那国税局就会查你 那比方说你每一次存钱 你都不能超过一万美金的 你超过一万美金 就会被银行自动的报给国税局 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 中国有个明星叫什么来着 他不是在美国被逮住 就是因为他把五十万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钱 他分成了很多波小的 不超过一万美金 找了不同的人去同时存入到一个账户里面 后来被美国国税局查出来的事情嘛 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呢 华人不喜欢去银行存钱 都喜欢把自己的账户里边留很少的钱 因为都喜欢要领美国的救济嘛 领美国的这个福利嘛 你自己银行存那么多钱 这不就领不到美国的福利了嘛 所以呢 都不愿意把钱都存银行里边去 那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放家里的保险柜 所以很容易就被偷嘛 这不就是造成了这个不安全的因素 这为什么现在老外很多愿意 偷中国人的这个原因 那除了放家里保险柜之外 那你还可以在银行租一个保险柜放 把你的贵重物品 贵重首饰 贵重的这些现金枪支 都可以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面去 但是银行的保险柜呢 就是还是要排队的 不是说你今天有钱 你想去银行租个保险柜就有的 毕竟每家银行的保险柜是有限的 因为它的这个保险柜 每一年的这个费用很低一年 其实是蛮合适的 总比你自己在家里边搞个保险柜 想人家可能你如果长期不在家的话 人家把保险柜都给你抱走了 你在美国赚钱如果赚的多的话 你肯定是不敢放在银行 然后呢你放在家里边也很危险 那以前的办法就是通过新年汇款 这些汇款公司给你把钱从美国呢 就运回到中国去 去养家糊口去盖房子 去还偷渡的钱等等 但是现在因为微信啊 支付宝啊 这很方便了 所以呢 像我们有时候在美国也会经常会遇到 就是我比方说我需要人民币 我需要在淘宝上买个东西 我没有人民币 那我就会用美金来换一些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说我需要美金 我拿人民币来换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这种换钱的 但是之前我也跟大家做节目分享过 就是通过换钱 你也会很多吃亏上当的 一定是要找熟人 甚至很多熟人都不靠谱啊 所以这个还是换钱 还是会有很多坑在里边的 那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换钱 那种方式把这个钱弄回中国去 那像我记得之前有个新闻啊 就是换现金 有一个在而万 洛杉矶而万那个地方说拿现金换 那换钱的这个呢就很老实的 就拿着现金就去换 结果刚换完 立刻就被两个人抢了 其实他们就是一伙的啊 就知道你抢了你 你也不敢报警 因为你的钱来源收入不合法 根本就没报过 所以你自己还怕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你自己也不敢去报警 所以这些人 这些华人有些坏啊 中国人专坑中国人 我说的啊 就会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嗯 现在的话呢 很多中国的银行 像比方说中信啊 工商银行啊 这些都来美国都有分行了 所以说你也可以在这边有卡 那你也可以通过美国的银行 比方说像我们跟中国汇款啊 这些我们就通过美国的银行 往这个国内汇款啊 价钱也不高啊 手术费也不高 几十块美金啊 你就可以汇好几万美金出去啊 美国的银行的话呢 就是说不会特别的去管理 说你这个会多少钱 只要你合法报税 只要美国国税局不来查你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一来查你 这个事就很就有很多的事了 所以华人的这个换钱 主要还是通过朋友之间啊 还有老乡之间啊 来进行 比方你需要美金 我需要人民币 这样来进行一个互换 像我微信群里面有很多 就是经常说 哎我需要多少美金 我需要多少人民币 当天汇率来互换一下啊 像我加了一个群的里边 大部分都是有代购的啊 留学生的呀 那我们呢就就有个500个人的群 就是我们就是跟群里边的人互换 就是虽然说我们不认识对方 但是呢 这个群里边是有一个 这么一个不成形的规矩啊 就是说我拉进来的朋友 我是要保证他 如果他骗钱跑了 那我就要来赔 所以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成形 当然里边也有人被骗过啊 那所以还是要看个人了 这种骗钱不骗钱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钱弄回中国去 你就唯一只有这种办法 通过美国银行 或者是通过工商银行 或者中信银行 或者是通过系列汇款 把这些钱汇走 那通过系列汇款呢 就不会像美国的国税局报告啊 那就是比较这种的方式 那你可以跟这边很多人啊 你看像美国的这些代购 他们全不是在中国收现金 他们要把钱 比方说他们要来买房子啊 或者是很多中国的有钱人想把钱挪出来 都是需要这种来回转换的 所以这是需要一个途径的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换钱的途径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新年汇款 又不用担心被国税局查 然后你花几十块钱的这个费用 人家就帮你换回中国去了 这个是唯一的办法 万一汇款这块我也想不出太多的 能跟大家分享的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大家如果还有别的不明白的 想要知道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也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继续分享 那这期节目呢就这样了 没有点赞关注的朋友 记得给三三姐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